我们最近讲的是1950年5月周三的撤退 这是台湾处在最风雨飘摇的年代 蒋经国那时候甚至还叫大家 努力撑过未来的100天 那这集老谈是想要延续这个话题吗 我们这集要说的是 周三撤退之后 紧接着发生的密十一号无始案 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流麻沟15号 他讲的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 想说顺着说也很合适 我们知道1950年5月13日 周三的守军开始登舰撤退 全岛封锁 同一个时间在台湾的蒋经国 他却预告战争台风要来了 他说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向台湾军民说明对岸的军事行动 并且积极的准备应战 而且他还首次的公布 国防部最近破获了几个大案 所以报纸的标题还说 希望人人能够做政府的耳目 要全力保台 接着到了周三的12万大军在台湾登陆 蒋经国又预告 未来100天是最危险的时刻 几乎可以说 那个时候台湾是人心惶惶 然后到了6月10日 很戏剧性迅速的枪毙了 传说中的中共 密11号 国防部次长 吴石中将 相信有些朋友已经看过 刘马沟15号这部电影 难道这个吴石案是开启这段历史的第一枪 或者是说吴石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发生的 也不能说是第一枪 可是这一枪具有相当的震慑的意义 因为吴石他是福建福州闽猴人 保定军校三期毕业 日本陆军炮兵学校毕业 他是一个相当奇特的人物 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说他是中共的密11号 那大陆这边对这个用词 其实是认为是谣传 也就不是密11号 那我们跳过这一段争议 来看一下这个案子的简单经过 看战胜记之后 吴石出任国防部使政局局长 1947年4月 他与中共有秘密接触 所以在徐邦会战前夕 他除了协助取得 全国的那个时候 叫做国军的军事情制 之后又把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还有金富函军事部署 等等一堆的 这种比较属于机密的资料 交给了中共华东局 所以监察院的报告 他的用词是 对中共取得国共战争的胜利 产生关键作用 所以《乐团》之前有引述过 很多使政局的资料 不是说这个使政局 都主要是在编转这个历史 所以他怎么能够接触到 这么即时第一手的热滚滚的情报 其实表面来看 使政局跟这些军事机密 并没有直接产生关系 不过呢 因为按照当时的会业规定 军事资料呢 你在开完会以后呢 都要送使政局去备案 所以这些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 这些军事部署 等于说在研究没有多久之后呢 马上就送到了武史的桌上 然后呢 随时战争进入到 华南还有西南 1949年的8月 武史他来到了台湾 被派认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 又把最新的 他所获得的军事情资呢 就是透过人送到了香港 或交给那一年 也是同一年 11月 这个有香港进到台湾的情报员 珠峰 峰叶的峰 浙江震海人 所以说中共直接派这个女特务 来台湾获取这些重要的情报 和资料 为什么要派这样子一个人来 过来做联络人 其实这一段 还是要跟我们最近讲的 夺岛战役 连在一起看 因为三野连续在金门谷零头 还有登部岛战役都失利了 加上他们又有解放台湾的 时间表压力 所以就必须要赶快把这些情资弄到手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滚零头战役 还有登部岛战役 之所以打输 最主要的原因是 与三野他们缺乏渡海经验 还有军事进展过于顺利 产生的骄傲的心态 但是多多少少也与情资不灵 有一些关系 比如说像是当时金门 还有登部岛的守军人数 都搞不清楚 你登陆的人数 都还没有守岛的部队来的多 你要打赢 其实是很难的 拉回来讲 因为连续两场都打败 为了要赶快把台湾的部署情况 搞清楚 所以那个时候 中共的华东局 就决定派 长期在上海 还有香港 从事情报工作的朱峰 来到台湾 1949年11月27日 从香港搭飞机来到台湾 一个星期以后 他就到了吴时 在台北的住驾 前后一共见面的六次 吴时他就提供了一堆的军事机密 包括了台湾战区战略环育图 台湾海峡的海流这些资料 那吴时是怎么样被政府发现的? 吴时是在1949年8月来到台湾 在1950年3月1日被捕 他被捕的起因是因为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是蔡孝潜的 他被捕之后 供出了珠峰 这些大概有400多位的所谓的供蝶 结果呢 准备逃亡的珠峰 就在吴时的协助之下 搭乘空军的班机 就飞到了洲山 准备回到大陆 结果在定海 还来不及出去 在1950年2月18日 就被国防部的保密局给逮捕 虽然说他那个时候想要吞金 想要自杀 可是并没有成功 还被急救回来 那根据当时保密局 上校特勤组的组长 就是谷正文 他的说法 吴时的被捕 是蔡孝潜 他的笔记本里面 有吴次展三个字 那保密局的局长 毛仁凤从各种的情职研判 这个是吴时 就这样子找散门 老谈在之前讲 厦门撤退的时候 有提到三毛一带 三毛之一的毛仁凤 这个时候出现了 蒋介石 他在3月1日宣布 户刑事事 吴时在这一天被捕 除了凑巧之外 也应该可以说是 保密局送散的一份大力 所以呢 我们把这些连在一起看 就可以知道 5月14日 中央日报 他用头版看起来说 准备要应付战争台风 而且还说 国防部最近破获了 中共在台湾的秘密情报组织 然后呢 在头版的旁边 用头版二头 就直接报道了这起事件 而且还是讲 会宽大处理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推测 就是经过了两三个月的 征讯 几乎大概都已经要一晚打劲 所以这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被破获了 那就一个牵着一个牵出了这一桩大案 蒋经国甚至还讲 现供蝶在一个星期内自首 总之呢 蔡孝乾他们这些有几位 的确是被宽大处理 作为示范 不过呢 潜伏在国防部的武史 就没有这么好运 那武史案呢 很快的就经过了军事法庭的审结 被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 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 除了武史之外呢 还有朱峰 也就是朱成之 陈宝昌中将 另外还有就是武史的副官 聂熙善孝 第二天呢 也就是6月11日 报纸刊登出他们被枪决的新闻 标题是 国防部处决四叛逆 快的就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 把它入 sug死刑 自己的称职 都可以撤起来 我们的选择 在台北马场面上 我们的遇见 我们的选择 上车 在台北马场面上 邀请 感谢观看